看到了吗 火球摆着造型对顾飞说 顾飞一阵无语 不过这也得长袍是这种款式的才行 这种技扣的风衣式法式长袍可不多见哦 火球自豪地炫耀着他的所谓风衣式长袍 末了撩起顾飞的长袍一看后惊诧 咦 原来罪哥你的也是啊 那就好办了 火球把顾飞的法师长袍如他一样解开 然后退了数不打凉 最后却是遗憾地摇了摇头 罪哥 你这法师长袍很拉风 但你这里面的衣服太挫了 我认识一个学裁缝的玩家 技能熟练不错 现在已经会做这种内衬的衣服了 更关键的是他本身也是个裁缝 手艺特别好 你看我这件 火球说着又凑到顾飞眼前 拎着他长袍内的衣服向顾飞展示 看到没啊 休闲衬衣不是现实中就会做衣服的 来游戏里你学了裁缝技能 也做不出这真材实料啊 顾飞又无语了 可惜他现在在云端城呢 不过不用急啊 等回去了 我带你去找他 我介绍的 他怎么也得打个七折 你就放心吧 这事包我身上了 火球说完 回归团队了 留下顾飞一个人 站在路边吃呆 直至公子精英团的五人到了跟前 怎么样 狼人给什么奖励了吗 几人围上来问 顾飞解下腰间的狼只烙印 给五人看 接着重新穿好法师长袍 又系上了他原本的牛皮腰带 哎呀哎呀呀呀 这边传递狼只烙印的家伙们 留下了一连串的惊叹声 含这公子最后一个拿到 瞟了眼后就甩回给了顾飞 这任务到底是纵横四海的还是你的 这才上路多大会儿 你已经捞到这么多东西了 顾飞耸了耸肩 把腰带装回了口袋 你不用 展无商眼睛一亮 以顾飞的豪迈和游戏态度 他不需要的东西 想弄来可以说是轻易之极 结果展无商的意图 飞快被其他人察觉 哥哥鄙视他 你的表情真的是太贱了 顾飞这边也说着呢 腰带是不错 就是造型不好看 不会啊很酷啊 宇天神明和展无商一口同声 这俩基本也算是为所留的 不过说完展无商就暗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真是贱呢 难得顾飞有不喜欢的理由 自己干嘛要去帮他喜欢上这腰带呢 造型不是问题 又哥对顾飞说 裁缝技能高的玩家 可以修改装备造型 当然不是真懂这活的玩家 肯定是越弄越难看 所以还是得找生活中 就懂服装设计制作的 我在云端城认识一个学裁缝的玩家 这个技术熟练度不错 而且本身就是个裁缝 手艺特别好 你看我这身 就是找他特别修饰过的 等回云端城 我带你去找他 我介绍他 他怎么的也得打个七折 你就放心吧 这事啊 包我身上了 顾飞望着又哥哭笑不得 又哥 你认识火球吗 一边说着 顾飞一边挥剑 把出来的火球挑灭 法师就是这点不好 说话的时候 只要自立行间带上法术的名称 立刻就会召唤出来法术 没有两个法师交流一下技能心得时 那场面都是热火朝天的 深糟绕着连珠火球 头顶上盘旋着火轮 脚下踩着热浪 火球连珠火球之类的 在身前忽隐忽现的绚丽极了 又哥不知火球是个玩家 对顾飞的话不太理解 看着顾飞已经走开 心有余悸地望着其余死人 他不是在恐吓我吧 战无伤 挺沉痛地拍了拍他 保重啊 又哥腿都软了 大部队继续进发 之后一路都是平坦大道 周围视野也辽阔 不像会遭到伏击的样子 但这样纯粹的赶路 无疑是最无聊的 如此步行了三个小时后 终于又一座主城 隐约出现在了玩家的视线中 无始之剑拿了系统 为他们这任务特意授予的地图 确认了下坐标后 点点头 就是这里了 白鱼石城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一路除了离开月夜城时的狼人 居然未遇任何险情 而且狼人也完全是存在于 大家的交谈中 真正见到狼人的没几个 之后任务就被公子精英团处理了 对于这些玩家 月夜城到白鱼石城这一段 等于什么也没经历 玩家们四下张望 视线之内 已刻见白鱼石城这边 形形色色玩家的身影 不过相比之下 他们这近千人的军团 更引人注目一些 不少玩家都放下了手头的事 朝云端城的玩家们 行着注目礼 手心低调 在月夜城吃过亏的一些玩家 如此叮嘱自己和同伴 战斗本就是网游的主旋律 所以 如月夜城这等狂野的风格 是很容易养成的 这些人担心白鱼石城的玩家 也是同样的风骨 反倒无始之鉴率领的纵横四海中 比较随意 他们是真正的有备而来 事先就去论坛上白鱼石城的版面 了解过该城的情况 这就是一个寻常 宁静的主城 没有月夜城那么独树一帜的精神面貌 大部队平稳进城后 所有人都失去了警惕 拥兵团的玩家 纷纷去复活点注册登记 纵横四海的玩家 跟着巫师之鉴 一起把他们押送的家伙 暂存地牢后 大部人也下馅了 虽然他们在月夜城时 没有和玩家产生什么冲突 但在跑任务和练集的过程中 却有三名玩家 因为不熟悉当地的任务难度 和怪物刷新分布 不幸壮烈 这一死回了云端城不算 任务自此就从列表中消失了 显然是已经宣告失败 对于纵横四海的玩家来说 本次行会任务 有且只有一条生命 所以再到白石后 许多人不敢再大意 觉得还是下线安全点 公子精英团的六个家伙 此时比较鬼祟 早在接近白石城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在玩家队伍中 寻找某个家伙 银月 照云中墓在月夜城的计划 这等银月 到了白石城办了赞助证 他们就会下手并反复赌杀 云中墓倒是没有请他们帮忙 不过对于这个惹人厌的家伙 六人都不介意看看热闹 银月一起的自然还有他们银月拥兵团的同人 顾飞他们远远跟在后面 一边四下寻找着云中墓他们那伙人的下落 由于云端城的玩家 昨天又在月夜城耽搁了一天 云中墓已经先一步领着一帮杀手来到白石城了 相邻的主城时不时会有一些任务的往来 就如六月的雨在云端城接了任务跑月夜城一样 虽然这类任务一般人懒得做 不过月夜城的玩家倒都是认得来着白石城的路的 顾飞他们眼看着银月他们一行 走过的街道路口处不断有人穿出 如同顾飞他们一般暗暗跟随 心下都是暗笑 看来云中墓他们已经布置妥当 这会儿恐怕银月的复活点 骑士营地方面也已经埋下伏兵了 此时只是丁梢没有下手 自然是等着银月上了户口再说 银月一行三十余人 也是首次来到白石城 一路打听后 来到了最近的复活点 和复活点的管理户籍NPC简单对话后 就可以完成户口转移工作 当然费用是少不了的 平行世界服务NPC就是一堆敛财的机器 深受玩家的厌恶 上了户口的银月等人并不急着下下 转了身就要出复活点 一回头自然看到了身后 也跟着他们进入盗贼工会的顾飞六人 这倒没什么奇怪 进了城就打听复活点的云端城拥兵团玩家 基本都是来得着盗贼工会 几百人有快有慢 络绎不绝地进着 双方目光短暂接触 银月依然吵起人挤了个笑脸 在明知对方已经撕破脸的情况下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虚伪着 与他相比 公子金融团这边 在看到他的笑容后 韩家公子也以微笑相迎 顾飞和见鬼面无表情 又哥脸有忧色 战无伤和御天神明两个家伙 在和对方擦身而过后 立刻怯笑起来 飞快地跑去NPC处上了户口 连忙就反身追看热闹去了 哎 他们要出去了 二人无比兴奋 云中墓一定已经在出口设下了大阵场 这帮人一出去 绝对就是超级致命的打击 就是不知道云中墓他们来了多少人 会不会是四千多人全来了 四千多人同时发动进攻 这得是多大的场面呢 云端城的玩家不知 要到哪辈子才有机会见识 在二人急切的盼望下 银月一行人终于卖完了 离开复活点的最后一步 御天神明激动的一握拳 来了 结果盗贼工会门口依然是那个大门口 完全没有变化成战场 玩家继续进进出出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怎么会 老云他们没有来吗 二人疑惑 顾飞他们四人 此时也已经完成了上户口工作 对此也颇有些不解 对此也颇有些不解